小曹哥你要走了嗎 對啊 小曹哥不要走好不好 我想跟你說 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因為我爸發現我喜歡男生之後 就叫我去看醫生 後來乾脆叫我滾出家 要跟我斷絕父子關係 所以我 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我自己 我覺得我會喜歡別人是一件很 很骯髒的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老天要讓我這種變態存在 所以我在獨木舟社團裡面 看到蘇老師的夢想 我要獨木舟環遊世界 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啊 可是 像我這種根本不被活著的人 如果能有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夢想 是不是 能讓我自己 是不是 是不是能讓我再看不起我自己 來到這裡以後 我認識了大海 我第一次滑到海裡的時候 我發現我自己好渺小 我忽然不相信 老天爺在這個大的宇宙裡面唯獨不愛我 我忽然相信我也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我看了蘇老師的書 我看到師母堅持在這裡 我覺得好奇妙喔 為什麼他們兩個人早就知道 親近海洋會改變我的一生 小曹哥 你知道我們大家都很崇拜你 你也知道你是蘇老師最信任的學生 你可以不要走嗎 親近海洋會 你不要走 你跟誰走 你不要走 你不願意 你不要走 我跟誰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